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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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流传到现在的大龙邮票已经很少了 物以惜为贵之外 当然还有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大龙邮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邮票 既然是第一套邮票 当然就有诞生的问题 第一个 当年清政府为什么会想到发行邮票呢 原来清光绪四年 也就是1878年 为了顺应时代变化 清政府决定在北京 天津 上海 烟台和牛抓 也就是现在的营口 在这五个地方设立邮政机构 开始尝试为公众提供信件的传送服务 为公众提供服务 当然不是免费的 得收费啊 怎么收费啊 大龙邮票就因人而生 好 说完大龙邮票的发行背景 接下来就要说一个关键问题了 价值连城的大龙邮票究竟出自哪位设计者的手笔呢 到底是谁能够抓住盘龙的神韵 把龙画得如此的活灵活现呢 相信您对这个问题肯定也好奇 对吧 不过可惜啊 这个问题是一百多年来的未解之谜 虽然很多邮学专家做过研究 可是因为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结果只能是众说纷纭 在众多猜测当中 有三个人最大可能是设计大龙邮票的人 哪三个人呢 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位德国人 他叫费拉尔 当年呢 这位费拉尔就在中国海关工作 具体操办了很多和邮票相关的工作 包括邮票设计 监制印刷等等 而且他呢 也是中国邮票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切姓名的邮票设计师 据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 曾经收到过一份特别的礼物 是一套专门为他设计的邮票 俗称万寿票 也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 谁设计呢 就是这个费拉尔啊 据说当年慈禧太后收到礼物 非常高兴 当即给了费拉尔重赏 不过可惜啊 这个当初老佛爷眼中的红人没有红多久 很快就变成了清政府的阶下囚了 为什么呀 他手脚不干净 坚守自盗 把工作给弄丢了 1904年 10年44岁的费拉尔在上海病逝 可以说啊 晚清时期费拉尔是中国邮票界最风光的人物 也是最有可能设计出大龙邮票的人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大龙邮票的设计师呢 专家们经过多方面的对比研究 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为什么呢 大龙邮票什么时候问世的呀 1878年 而1878年的时候费拉尔只有17岁啊 那么您想想 就算此人再怎么才华出众 当时也就是个矛头小伙子 而清政府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矛头小伙子 来给中国设计发行第一张邮票呢 当然不可能啊 那么大龙邮票设计师的第二种猜测又会是谁呢 是一位美国人 名字叫马氏 为什么会认为是他呢 有这个可能性呢 您来看这个 这是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珍藏的 当年中国第一套邮票出炉时 所有的设计图样和样票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出炉时 曾经有三款设计方案 除了最终问世的云龙图案 还有宝塔和万年有象的设计草图 有人要问了 这些设计草图也没有标明是谁设计的 那怎么就能够认为 他们可能是美国人马氏设计的呢 第一个线索就隐藏在这个宝塔的图案当中 您仔细看啊 草图上的宝塔有几层啊 总共画了六层 可是如果设计师是中国人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佛教的宝塔层数都是取的单数 比如说七级浮屠 十三层玲珑宝塔等等 从来就没有取过双数的宝塔呀 很明显这位设计师根本不懂中国文化 或者说不够懂中国文化 是外国人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条线索 美国人马氏当年在晚清海关的造册处 税务私任值 而1878年首发的大龙邮票 就是由造册处印制的 还有认为美国人马氏 这就是大龙邮票设计师的说法并不是凭空推断的 这种说法有出处 出自哪里呢 德国早年出版的一本极邮参考书 在那本书里边 清朝大龙邮票是由马氏设计的 后来呢 这本书的内容辗转传到中国 于是很多人相信马氏就是龙票的设计者 可情况真是这样吗 就在越来越多人相信龙票就出自马氏之手的时候 这个说法却不攻自破了 这怎么回事啊 原来当年马氏有个好朋友 曾经写信问马氏 中国的第一套龙票真是你设计的吗 马氏在回信当中说 这是一个误会 并且他还说呀 有关此项早期的邮票发行和图案情况 你可以在1905年中国贸易报告第一部分 报告摘编中获知相关详情 如果美国人马氏真的是大龙邮票的设计者 他完全没有必要对朋友否认呢 那么在马氏提到的1905年中国贸易报告一书当中 有关大龙邮票的情况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在马氏说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报告摘编当中有这样的记录 第一套邮票 记有135分银三美 由本国记师捐质同版 注意了 书中只出现了本国记师四个字 并没有设计师的姓名年龄 以及官职身份等等这些信息 但是根据这条线索 有人认为 这个本国记师应该就是龙票的设计师了 而且他是中国人呢 因为有人发现 包括大清龙票在内 以及后期发行的小龙票 在多张同时期邮票里 邮票上的图案都是浓郁的中国风格 而且邮票上的文字都写得非常漂亮 而那些个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呢 则相对显得笨拙 看起来有些像是照猫画虎描出来的样子 这些特征都符合设计师 是当时的中国人的身份 那么大龙邮票真是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吗 我告诉你啊 这个猜测依然有不少人质疑 为什么呢 有一份史料叫中国海关密档 在这份史料里边有学者找到了 晚清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 和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 往来的信函 1877年10月25日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非常感谢德拉律的长篇报告 我们将在他那里制作我们的邮票 还有1878年1月4日 金登干写给赫德的信中 引用了当时负责海关邮政事务的 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崔林的原话 原话说 我已看了德拉律关于邮票问题的报告 现在随函记上四种邮票的设计方案 海关需要用的几种面值 业经总税务司审阅则定 就是根据这些史料 有学者认为 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的图案设计者 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之前推测的那几位 在清朝海关工作的外国人 而是一名在英国伦敦 从事邮政工作的法国人 他叫德拉律 那么大龙邮票的设计者之谜 是不是就被彻底解开了呢 我告诉你 其实不然 后来有专家考证说 这位叫德拉律的法国人 其实并不是什么设计师 他只是晚清选定的 大龙邮票的印制商而已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邮票 大龙邮票的设计者 究竟是谁 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发现新的资料 真正揭开他神秘的面上 当然这个谜团能否解开 并不影响 这大龙邮票的历史价值 因为他早已证实 当年在海关管理下的中国邮政 已经开始引入了西方近代思想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对于提高当时中国的通讯效率与质量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大幕迷影重重 他的主人究竟是谁 刻有姓名的隋葬御印 为何不能成为帝王的身份证明 而一枚精美绝伦的龙扭金印 背后又暗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玄机呢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与龙有关的宝贝 上节我们说了中国第一套邮票 大龙邮票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件宝物 分量可比邮票要众多了 先透露一点 它是一位帝王的权力象征 更是后人鉴别这位帝王身份的有力证明 有点迷糊啊 具体咱们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那是1983年 广州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广州一个名叫香港的山坡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汉代大墓 而且还是一座从未被盗绝过的大墓 谁的墓啊 发掘工作持续了近两个月 不论是谁 一直是个谜 就这个墓呢 是分为了前后两部分的 在前面发掘的时候呢 东尔寺跟西尔寺前神 发掘的东西都比较多 但是呢 也没有啊 开始还没有找到那个墓主 当时我们猜测呢 这个墓从它的墓葬的规模 还有它的形式一直陪葬品呢 我们估计呢是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 当时这个推断一出来 现场所有的人员那是相当激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人立刻就想到了赵佗这个名字啊 赵佗何须人也啊 史料记载赵佗原本是秦始皇手下的一员大将 统一六国之后呢 秦始皇还想扩大版图 于是派赵佗率军南下平定岭南 当时秦始皇把岭南分为了三个郡 一个是潘育郡 一个是桂林郡 一个是象郡 而没想到就在赵佗平定岭南的过程当中 中原那边发生了巨变 秦朝灭亡了 楚汉相争接着就是汉朝建立这么一来 远在岭南的赵佗回不去了 没有家了呀 啊 于是他干脆起兵 一统三郡自立为王 创建了南越国 定都就在攀育 当然了 历史上的南越国王并不只有赵佗一个 他一共传了五代 也就是总共有五个南越王 那么为什么一说到南越王 大家就立马想到赵佗呢 史料记载 历史上的五个南越王 开国君主赵佗 第二代南越王赵胡 他们建有大墓 第三代南越王叫赵英奇 也建了墓 不过这个墓呢 肯定就不是他的了 因为他的墓早年间就被盗了 至于第四代王赵兴 第五代王赵建德 他们没有墓 因为他们都是在战乱当中被杀的 死于乱军之中 哪有尸首啊 也就是说 如果这座墓是南越王墓 那只有可能是赵佗墓 或者赵胡的墓 不会是别的南越王墓 而赵佗墓最为神秘 为什么呢 首先是赵佗 他这个南越王 从公元前 203年 一直活到了公元前 137年 当了整整66年 他活了101岁 长寿 当然也有说他活103岁的 那你想想 在位66年 他得攒下多少财富 带到墓里头去 其次是赵佗不仅长寿 他更是个人精 此话怎讲呢 广州 有一本史料 叫广州记 里头说 东汉末年 为了找到赵佗墓 打开传说当中的宝藏 东吴的孙权 曾经派出一支 2000多人的队伍 到广州这一带 来寻找赵佗墓葬 可是这2000人 把广州地界翻了个遍 挖地三尺 没找着赵佗墓 所以在历史上 赵佗墓究竟在哪 一直传得神乎其神 那么您想啊 这个墓葬 如果真是赵佗的墓的话 岂不是破了一桩千古迷案吗 可是这座墓 会是赵佗的吗 谁没想到 在墓主人身边 发现的两枚玉印 却让墓主人身份呢 成为了更大的谜团 这怎么说呢 一枚玉印上刻有 地印两个字 这就是说呀 墓主人是一位 称了地的南越王 而史记和汉述当中明确记载 南越国只有赵佗和赵胡 曾经称过地 五帝赵佗 文帝赵胡 也就是说 这座大墓的主人 的确是赵佗 或者赵胡当中的一个 可是另外一枚玉印上 刻的却是赵墓 这两个字 玉印出现在墓主人身边 显然赵墓就是墓主人的名字呀 可是刚才我们说了 五代南越王里边 就没有赵墓这人呢 难道说 是史记和汉书 对于南越国的记载 有疏漏 少记了一代南越王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墓主人的 另一个身份证出现了 一条 就是这方刻有 文帝行喜四个字的 龙钮金印 咱们来介绍一下 印面边长3.1厘米 宽3厘米 高1.8厘米 重148.5克 据测算 它的含金量啊 纯度达到了98% 喜印为方形 填字方格 音刻小转 文帝行喜四个字 张法严谨 刚进有力 是典型的琴印风格 印钮为杨手龙头 体态盘曲成S型 临找俱全 生动形象 这和中原的喜印 是如出一脉的 是把龙与代表 最高权力的地玺 结合起来的创举 出头的时候 桌手处光滑 印台四壁有碰痕 印面及周边 都有珠红色的印泥 由此可见 这确实是第二代 南岳王的实用器物 那您要说了 文帝行喜 龙钮金印 是第二代南岳王的物件 这没有问题 可问题是史料当中说 第二代南岳王 他名字叫赵胡啊 为什么牧主人身边的 另一枚玉印 刻的名字却是赵墨呢 专家是这么解释的 自东周以来 少数民族的人 通常会先有一个本名 而在尚书中央朝廷的时候 他可能又会给自己 专门取一个汉名 历史上这种情况不少 比如说著名的岳王勾建 他的本名就不叫勾建 而叫勾建 那么放在南岳王墓 也是这么个情况 赵胡呢 应该是南岳国第二代王的汉名 而赵墨则是他的本名 司马迁写史记 他看到的是官方史料 而他并没有去过南岳国呀 所以他只知有赵胡 而不知有赵墨也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文帝行喜 这方龙钮金印 最终会成为第二代南岳王 真正的身份证明呢 因为从秦朝开始 皇帝有六个印 每个印的功能都不同 皇帝行喜印 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发布诏令 册封诸侯的时候用的 而这种印 按照当时的制度 是不能作为随葬品陪葬的 可是在南岳王墓中 这方文帝行喜的龙钮金印 又确实做了随葬品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得说回历史 南岳建国之初正是中原 楚汉相争之时 加上当时岭南还是尚未开发的 蛮皇之地 因此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 便任由赵佗成了地 野蛮生长 多年之后 在赵佗的历经图治之下 岭南地区逐步开发 并通过水路交通 与内地建立联系 到汉文帝的时候 汉文帝派使者给赵佗送出了一封信 内容大概为尊重赵佗的地位 希望两帮交好 于是就有了汉书当中记载 陆甲治 南岳王孔乃顿首谢 愿奉明诏 常为藩臣 奉供之 就这样 赵佗表示 归赴汉朝 南岳国成为了汉朝的藩属国 那么按照中原的制度 藩王是不能称帝的呀 那第二代南岳王 为什么会有文帝行喜的龙扭大印呢 这就要说到南岳国的礼制了 根据史料记载 南岳国的礼制虽然效仿 或者说严惩了中原的礼制 但是又和中原有所不同 有自己的特色 在中原王朝诸如文帝景帝 武帝这些帝王呢 他们的称号往往是帝王死后 后是依照他们的过往行迹 为其所立的嗜好 但是在南岳王朝 这些称谓不是死后的嗜好 而是生前的尊号 比如说第一代南岳王赵佗 生前他就自称武帝 以炫耀他的开国之功 另外汉书当中有关南岳国的记载呢 还有这么一段话 然其居国 切如故号 其实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 当时的南岳国虽然表面上 归顺了汉朝 但是其国内依旧沿用了皇帝的称号 有僭越之举 这也再次证明了 在文化制度方面 南岳国对于中原的汉朝理治 虽然进行了借鉴与模仿 但是在政治权力方面 南岳国却有着不同于中原的 自己的统治体系 那么既然政权体系不同 赵墨最终又为什么用这一方 文帝行喜的龙扭金印 来给自己随葬呢 专家认为不排除一种可能 那就是汉武帝时期 西汉政权击败强大的匈奴 让赵墨深感恐惧 而文帝行喜龙扭金印 是对正统王朝权力和理智的 僭越以及反叛 这让他深感不安 所以他干脆拿他做了随葬品 也是一种销毁罪证的需要吧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枚体现当年汉越关系的不二物证 在时隔两千年之后 竟然还会成为他自己的身份证明 这不能不说呀 历史有的时候让人深感无奈 有的时候又充满崎岖 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好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银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